那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啊 叫VACE 那大家如果不了解VACE的话 你应该了解ACE啊 这个词应该很熟悉啊 那这个呢 可以认为是它的视频吧 那我们曾经用过ACE技术呢 来保证人物的一致性啊 甚至衣服或者产品的一致性 对吧 那在视频里边呢 我们可以同样实现这样的功能 那大家现在看到呢 是VACE的官方的项目主一样 那在这呢 有很多的实例 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产品和人物的互动 姿势 驱动人物 给它动起来 然后呢 甚至它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巨型框 让它动起来 通过遮罩的方式去替换人物 这个都非常的棒 甚至呢 包括这个视频的重渲染 这期课呢 我重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姿势 驱动人物 然后呢 人物和产品的互动 以及呢 一致性的这种角色 这样三个主要的功能 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其实呢 在开源社区里边呢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因为在之前呢 这个字节曾经提到过一个类似的功能 叫悟空 那在这个悟空里边的话呢 展示了非常棒的产品和人物互动的这个功能 但是呢 这是不开源的 这个开源的版本出来了 那第一时间呢 KG大神在他的1V6扩展里边呢 就提供了这个支持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他提交的这个列表 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在最新版里边呢 已经给了一个VACE的一个例子 是吧 他在昨天就提供了最基本的VACE的这个支持 那么 由于他这个是一小时之前更新的啊 所以说呢 我这儿呢 就不按他这个来了 我就按我手挫的这个工作流来给大家去讲 回头呢 大家可以这个对比一下啊 我觉得效果呢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如果大家要用的话呢 记得把它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下边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主模型的下载啊 大家可以在VACE的Hunker Face 也就是包包脸上的去下载这个模型 它目前提供了12.1的1.3b的预览版啊 就是不是正式版 有很多功能 可能后边还需要等待这个正式版的模型发布之后 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大家可以点开Files and Version 然后下载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大小呢 大概是7.15G 下载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进到你的Confi UI 然后Models Default Models 然后放在这里边就可以 我放的是这个VACE++里边 就是这个模型 把名字改一下啊 比较好的能识别出来 好 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它的第一个功能啊 就是姿势的控制 那我在Running Hub上呢 给大家建了一个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非常的简单 输入的部分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驱动视频 那我们需要把它Resize一下 那我们的分辨率呢 设的是480乘以832 因为它是个数版 针的长度呢 设的是33帧 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提取OpenPost 提取完之后呢 我又把它Resize了一下啊 因为提取出来这个分辨率大小呢 大概是512嘛 所以说呢 我把它再Resize了一下 这个其实做不做的都可以 那我把它的这个变量名呢 叫做Control Image 就是控制图片 然后再往下边是个角色图片 同样经过一个Resize 得到了一个图片大小 大家注意啊 这个图片呢 不见得和你这个视频的分辨率是保持一致的 那你看我现在是480乘以832嘛 但是尽量的要对齐啊 包括人物啊 比方人物的这个视角 那这个参考视频和参考图片越对齐的话 你这个效果会更好 那我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 对吧 人物的一致性 包括整体的渲染效果 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去做的 其实很简单 需要的节点 第一个加载模型 帮我们下载的模型加载下来 这你要注意啊 不要进去量化 因为这个模型就8个多G嘛 你直接加载进来就可以 然后经过一个编码器 一个V1 然后这是我们的参考图 这是我们的姿势图 那这里边最主要的这个节点就是它 V1 input image V1就不用说 input frames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控制图片 就是那个姿势图 那这个呢 是参考图片 也就是我们那个角色的图片 然后宽高 number frames 完了之后呢 经过这个采样 采样的时候没什么好说的 我这用了这个 enhance value 让它的效果更好一些 当然你可以加上tcash 这我没有加啊 另外你要注意就是这个 cfg 只能调的低一点 它默认应该是6啊 调到4就可以 然后最终的效果呢 就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边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参考图片和视频呢 尽量的要是对齐的 如果差的太多呢 就会有问题 比方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我这有这样一张图片啊 非常卡哇伊的一个美女 是吧 然后我还用刚才的那个驱动视频 然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大家看一下二指最终的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的差 最关键这个人物的比例是失调的 对吧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这个没办法对齐啊 它是个全身嘛 然后你和这个视频里边人物去对齐的话呢 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匹配的效果 所以说呢 我们尽量的保证它是对齐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很多的效果 都是非常棒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那由于目前这个代码呢 也在不断的更新 所以说后边的例子呢 我在本地给大家演示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在本地跑的那个第一个例子 是同样的效果 那这个我是严格的去对齐这个角色的 因为我这个图片呢 是用SDR模型啊 然后去用这个姿势图去生成的 所以说它跟它是完全对齐的 那得到的效果呢 就会非常的棒 你看一下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角色的一致性 在这的话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角色图片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片的话呢 一定要做一个预处理 就是我们要把你这个角色给它抠出来 放在一个白点的图片上 比如说呢 这个白点图片是多大 尽量的和你视频保持一致 放在哪儿随便 放在哪儿都行 但是呢 它一定是一个白点图片 把人物抠出来 这样效果才会有保证 别的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设定变量 然后呢 我们把它resize一下 这个就没有control image 就是我们这个reference image 那最终出来它的大小呢 也是832x480 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分辨率 然后下边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要注意 我这有reference image 然后给这个采样器 没有input frames 然后你要注意 这个strength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设定的稍微的可以少一点 0.8-1 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设的越高的话呢 可能它长得和你的参考图片就会越像 然后你要注意 就是我这用的提示词是 a beautiful woman is walking in park 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在公园里边散步 然后我这用了tcache 对啊 在这里边呢 尽量的不要用skip layer 或者是free star这样的技术啊 这个会是结果呢 可能得不到保证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非常的棒 对吧 这个女孩在公园里散步啊 你看她这个头像的设定 就是我裁剪的那个部分 跟这个里边这个部分是一致的 那你看我这裁剪到哪呢 就是裁剪到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嘛 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非常棒的啊 如果你想效果最好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也给它去掉啊 其实这个也有点 就伤害最终的这个效果啊 因为它这个就是要一个非常准确的一致性 而这种加速技术其实忽略了一些细节啊 所以说它虽然速度更快 但是结果呢 不见得是最好的 下边呢 我们可以再跑一个啊 给大家实测一个 那我们过去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也是非常棒的 这个动作虽然有点怪异 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功能啊 叫做角色的一致性 那我测试了很多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种一致性的保持呢 可能没有图片那么高啊 但是呢 我觉得也已经超出了很多 其他模型的一个效果了 下边我们看最复杂的一个效果啊 就是人物和产品互动的这种 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儿的话呢 这个图片处理一定要符合这种规范 第一个就把人物和产品放在一张图片上 然后它的分辨率呢 尽量的和你的最终视频的分辨率保持一致 然后呢 大小呢 你可以设定一下 尽量的保持我们真实场景下的人物和产品的比例 但是这不见得是产品啊 你可以是衣服啊 什么都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缩放一下 嗯 跟前面其实是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 然后呢 在经过这个OneValueVCIncode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是将这个参考图片给它传进去 提示词呢 需要改 我这儿改的是 Beautiful woman is showing her bag 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正在什么呀 展示她的包 在整个的采用过程当中呢 我这儿用了InhaseValue来保持它离制性 然后用了Tcache 同样我建议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不加这两个节点啊 好 下边呢 我们给大家跑一下 我这个应该是把之前的这个结构给覆盖掉了啊 所以说我重跑一遍 这个采用完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比如说这个人物为什么长得不像啊 就是因为第一个 我这儿用了InhaseValue 会破坏它的这个一致性 包括Tcache 都可能会破坏这个啊 另外就是我这儿用的是0.8 你要是用1的话呢 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同样呢 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测了很多的这个展示的功能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人物和这个图片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这个效果也是比较惊艳的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啊 就是目前这个模型呢 还只是一个预览版 等它的正式版发布之后 可能呢 我们能得到更好的一些效果 另外的话 我觉得对于会员来讲的话呢 这个也是一种压力啊 现在万这个整个的生态发展的是非常棒的 不管是我们的饭啊 还是现在的这个VCE这种技术 其实呢 都代表着万这个生态在蓬勃的发展 那目前呢 这个会员的生态呢 其实就显得有点沉闷了 我觉得可能会员会后边也会有一些大招放出来 因为大家都会有技术的储备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好嘞了 感谢观看